我严重怀疑我的男朋友这段时间脑子都正常 那是清晨四点半 他把我从床上摇醒 问 绵绵 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度假放松一年 我叫江婉眠 我的男朋友叫姬鱼川 没有算错的话 今年大概已经是我们相恋的第七年了 人们都说七年之痒 我也不例外 最近一直幻想着可以拥有一场梦幻的婚礼 结果姬鱼川居然支支吾吾 不答应和我结婚 在吵了一架后我们疲惫的睡去 一醒过来就是姬鱼川再问 绵绵 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度假放松一年 我 不答应结婚 却要和我度假 什么意思 这不会是要吊着我的意思吧 姬鱼川叹了一口气 一年结束 我就娶你 成交 中午吃过饭 姬鱼川就开车带我去了成交的一家大型仓储是超市卖的龙 他说度假一年 再怎么说也不能挨饿 给你十万 在这里买你所有想吃的东西 好大的手笔 我像看怪物一样看了他一眼 问 你没事吧 没想到他居然被接我的话 推着我就往里走 还不想提醒我 度假的地方挺偏冷 到时候可没地方买东西 记得一次性买足一年的量啊 7.白买白不买 我第一时间就冲向米面区 身为一个中国人 最爱的主食果然还是白花花的米饭 看中了一款 我便火速下当五十大败 接下来 我便在这硕大的超市中穿梭 买下的东西包括蛋不现鱼 面条成一百包 各类面粉各十五代 花生油菜籽油各种油 每样各来三大桶 糖盐鸡 精味金胡椒粉等 调味料每样来个十包 各类香料来五代 自热火锅成五零个 螺丝粉五十代 芝士棒三十包 各种糖类来的一百代 火树干来二百代 速冻饺子二十代 速冻包子二十代 速冻虾仁五十代 速冻鸡翅 羊排 牛肉 猪肉都来三十代 冰激凌来几大桶 什么薯片 饼干巧克力小鸡腿这种零食 直接无脑壁眼清空购物 架好吧 对了 还有蔬菜 不过度假一年 估计也放不了多久 那就多少来点 每样来个五斤 土豆 打尖叫之类的饮料 也来个二十项 呼呼呼 我喘得粗气到收银台结账 没想到一口气花 十万居然是一件 那么累的事 收银员看到我和对象 一车一车地把货推过来 嘴都惊得合不上 这边需要再和您 核对一下账单吗 在家这里一百代种子培养包 鲸鱼川又不知道 从哪儿掏出来这些东西 在收银员面前晃晃 一共九万九千一百 还得我省钱了 鲸鱼川朝我打去 我生气地看他一眼 你躺着 我去开门 鲸鱼川摟摟我的头 去开了门 几个工人扛了几个 超级大的箱子进来 我抬着眼看 什么家用静音冰柜 游戏机 小太阳 十几个高压锅卡式炉 甚至还有家用发电机 防弹玻璃 可以免和一个超级无敌 巨大巨动的银行 级别防弹门 接下来 我就听到各种狼头 在敲来敲去 以及鲸鱼川不时传来的指挥声 谢谢 男朋友是早上傻的 我是晚上疯的 我忍着怒气 与莫名其妙 给纪鱼川发消息 喂 纪鱼川 你在干嘛 你要把我们家装修成碉堡吗 没想到他居然回复 对 带到所有工人走 已经是晚上九点 我从卧室里出来 看到已经装好 并贴好单项膜的玻璃 和装了一半的隔一面 低声问纪鱼川 你说的度假 应该没那么简单吧 纪鱼川沉默着 从口袋里 套了一支烟 如果我说 再过两周不到丧尸 就会爆发 你信我吗 你在说什么 我一时之间有点蒙圈 我指着楼下的车水马龙道 可是大家都好好的呀 纪鱼川冲过来报警我 信我一次就一次 我已经不想再看见你 死在我眼前了 那天晚上 我们聊了很多 纪鱼川说 他现在是死后重生 上一世 他和我毫无准备 就迎来了世潮 再加成了两个月 便淡尽粮绝 我活活在他怀里饿死 而他 在我死后也自杀了 然后 他就回到了现在 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 那纪鱼川 我们先是去了五金店 购买了一些锤子 搬手刀具剪刀之类的东西 然后去了一趟 户外运动用具专营店 买了很多没有蜡烛 手电筒望远镜之类的东西 还去百脑会 购买了新的笔记本 并且主妇老板 给我们把市面上 所有热门好评的电视剧电影 动漫电子书都下个遍 最后的最后 正当我们不知道 还有什么应该要囤的时候 我无意识地刷到了 淘宝的一款踩石板拖鞋 我一个蹄虎灌顶 别忙对着鲫鱼川一顿狂拍 鲫鱼川 我们日用品一个都没买 于是我们又火急火燎的 奔向大润发 买了惊人数量的卫生巾 卷筒纸 抽纸 十床羽绒被 十床空调被 十大香暖宝宝 静音电风扇 一百多条毛巾 各种口味的牙膏树口水 羽绒服 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一天忙完 又是晚上 回到家一看 今天那几个师傅 也已经把隔一面安好了 鲫鱼川和我又忙碌了 一会把隔光窗帘安上 终于才有时间吃上饭 我和鲫鱼川吃着捞汁小海鲜 心里涌上一股满足感 时间很快就过去 转眼之间 距离丧失爆发 只剩下一个晚上 当初买房因为刚毕业 还没什么钱 我和鲫鱼川又是父母双王 没有什么经济来源 便只好勉强买下 这套成交的顶楼房 住了两年 入住率还是只有30%几 如今看来 造成了我们漠视生存的先天优势 依照我和鲫鱼川这些天的观察 16楼一直到我们 24楼都是没有人住的 于是我和鲫鱼川 便在今天抽出时间 从16楼开始把安全通道 全部繁锁 并且每扇门都用至少两个组门器 我们小区是一梯一户的设计 需要刷卡才能到达指定楼层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 我们也强制性地停了电梯 一切都是为了生存 我和鲫鱼川坐在窗前 吃着小火锅 心里都是无限感慨 多么希望这样 便到床上打算做末日来临前 最后一个梅盟 等到我醒来时是第二天七点 鲫鱼川此时正在做两人训的早餐 我拉开了一点窗帘看楼下 但并没有看到想象中丧尸围城的画面 难道丧尸并没有爆发 知道你在想什么 打开电视看看吧绵绵 鲫鱼川端着两份培根尖弹 从厨房里出来 我这才反应过来 打开了电视 央视频道里 主持人正在播报 全国各地发生的几起大规模斗殴事件 画面被打上后码 不过还是能看到大片大片的红色 主持人正对各种丧尸爆发的言论进行辟谣 但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是的 这就是丧尸 餐桌上的尖弹阴晕着食物的香气 然而此时此刻的我却没有享用他的心情 鲫鱼川沉默着过来还住我 给了我一个安抚的拥抱 明明还是十月 我却觉得好冷 我在他的怀里颤抖道 鲫鱼川 你说我们会变成丧尸吗 鲫鱼川松开怀抱 他十分认真地看着我 绵绵 只要我还活着 就一定不会让你死 砰 正在这时 窗外部远处传来一声巨响 随之而来的是一声又一声大大小小的碰撞声 我踉跌着走到窗边拉开窗帘的一鱼 竟然是高架上发生了连环追尾 紧接着 便是一些奇怪的低音伴随着汽车警报 大人小孩的尖叫哭银 我和鲫鱼川贴在窗边怒视着这一切 突然 有一个行为怪异的人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透过望远镜可以看见 他从地上直直挺立起来 他的脚似乎有一个已经骨折了 却仍然以一种诡异的姿势向前徐徐走着 仿佛感受不到疼痛 那个就是丧尸 鲫鱼川低声道 我下意识咽了口口水 心脏跳得越来越快 没过多久 像这样的丧尸变得越来越多 很快就成了乌泱泱的一大群 他们低沉地嘶吼着 打乱了这个世界的秩序 哦 目睹了这么血腥的场面 我再也耐不住恶心 冲到厕所开始呕吐起来 绵绵 出来吃饭了 我做了点凉面 时尽中午 鲫鱼川做好了午饭 敲了两下卧室的门 我不想吃 你吃吧 我无力地躺在床上拒绝 明明早就知道会发生这种事 但是真的亲眼看到时 还是会忍不住的恶心 现在我满脑子都是满脸是血的丧尸 根本就没有吃凉面的胃口 鲫鱼川叹了口气开门进来 他坐到床边抚摸我的背 绵绵 我知道这对我们来说都太可怕了 我们可能无法做出什么改变 但是我希望至少我们 只有我们一定要好好的 好吗 我们会活下去 我们会结婚 丧尸会消失的 我离开被子的包围 抱着鲫鱼川 无声地哭了 吃完两面洗碗碗 我习惯性地打开了手机 打算看看目前的形势 没想到业主群却炸了锅 九九家的符号 似乎让我看到了一张张 为了生存而担心的脸 第一 一通来自物业的视频电话来得突然 吓我一跳 别接 鲫鱼川示意我等电话自然挂断 我急忙把手机放到一边 大难当头 人心叵测 他们给你打视频电话 就是想趁机看看我们有多少存货 绵绵 我们就装作不在家 也少一份货事 面对这种情况 鲫鱼川还是很冷静的 我暗下决心 也想在今后的生活中 为他出一份力 他说 希望我活着 我又何尝不希望他活着 电话没一会就挂了 物业那里又给我发了几条消息 三单元2402的业主 不要害怕 如果有物资 就请给我们发的消息吧 许多业主都不敢出门 有几家已经出现物资紧缺的情况 就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啊 然而 我和鲫川并非圣母 并不打算就别人 啊啊啊啊啊啊 楼下传来了一声尖叫 我们连忙过去看 一大群丧尸居然已经摸到了 我们小区门口 显然那几个保安已经撑不住了 于是丧尸们就像水一样涌得进来 我们对视一眼 深感尽后生存不易 外出缩物资这种极度危险的事 显然不可能 看来也只能在家狗到底了 今天晚上显然比昨天要安静得多 楼下广场舞的声音没了 马路上的汽车铃笛声没了 人们的笑声也没了 如今的城市 显然是一副破败不堪的模样 万幸的是 这毕竟只是丧尸爆发的第一天 水电这种基本资源还没有停 不过应该也撑不了多久吧 在和鲫川打了一下午 塞尔达之后 我有点饿了 鲫川听到我肚子的咕噜声 笑了一下 准备起身 我去做饭 唉 我拉住他的衣服 回想起今天上午下的决心 我去吧 我打开冰箱看了一眼 还有很多不耐储存的蔬菜 于是决定做一顿知识会菜 改善一下伙食 煮这菜其实有两个原因 一是蔬菜不能久放 二是会比炒药安静得多 我们其实不怕丧失听见 反正他们蠢蠢的也上不来 就怕隔墙油耳被人给听见了 之后免不了麻烦 在锅里加上橄榄油 菜 先闷一会儿 再倒香味出来 再往里加水 糖 盐 胡椒等调味料 不出半小时 一锅香喷喷的会菜就完成了 最后再加入芝士搅拌 奶香富裕 不愧是我 菜有了 还没有肉 我又到冰箱里拿了两块吸冷牛排 简单调个味 锅里放点油煎一煎 顿时肉香四溢 让文者食欲大开 这时候 电饭锅里煮的饭也好了 准备好餐具 开饭 这种感觉真的很神奇 明明楼下就是丧尸在低吼 但我们却可以坐着享用一顿美味的晚饭 我夹起一块口膜放进嘴里 顿时蘑菇汁在我口中爆开 极度的鲜甜 再吃一块肉 油脂在我口中融化 绝了 晚饭之后收拾完餐具 我们听到对面楼似乎发生了什么 拉开窗帘一看 那里差不多13楼 有一户人家居然在吵架 具体的听不清 但是依稀能听见女人在喊什么 小三滚出去 之类的字眼 吵闹声引得丧尸 急剧在他们大楼门口 发出蓬蓬蓬的撞击单元门的声音 我和纪玉川对视一眼 瞬间了然 他们家男主人在家藏了个人 只是因为他们的家事 引来的丧尸 估计那栋楼里的其他住户 都要恨死他们了 看了一会 我们便觉得没劲 坐回沙发准备玩点什么 纪玉川突然转过头 对我诡异地笑 咱们来玩点刺激的 顿时我的脸上飞上红云 是什么刺激的 文言 他马上兴奋地回卧室 拿了点什么来 我凑近一看 居然是奥特曼的卡片 我 于是我被破认了 好几个小时的奥特曼 这是孟比优斯 不对 这不是 你怎么把他看成雷杰多的 这明明就是奥特之母啊 这不是迪迦 这是杰克 原来这就是刺激的东西啊 还没到十一点 我和纪玉川便睡了 趁着这几天 人们还没有什么小动作 我们还能睡几天安稳觉 然而大概凌晨两三点的时候 却发生了我们小区的第一次危机 还是对面楼养情人的那一家 有一个女人坠楼死了 我想应该是被扔下去的 随后便是一波激起千层浪 丧尸们闻到血腥味 就像疯了一般在他们楼下 开始大快躲移起来 他们无意时间 撞破了玻璃座的单元门 加之楼内人的气味浓重 丧尸们很快就进入楼内 我和纪玉川都不敢睡得太死 听到声响 变起来到窗旁紧闭起来 好 十三楼你们生日有毛病啊 桌小三标 让别人给你们陪葬啊 楼内有几个住户 气急了开始开了窗马 楼下的丧尸瞬间停止了物业 急急抬头凝视内户发生的人家 他们疯了 丧尸的声音变得更大了 全都狂奔着涌入他们楼内 一时间楼内挣扎间叫声四起 我握着挣出冷汗的拳 暗暗记下了这写明的一刻 今后的生活 一定要避免发出不必要的声音 因为这件事 这天晚上我们睡得并不好 第二天早上 我和纪玉川都多了不可避免的黑眼圈 实话讲 就算有那么多物资 那么多预先准备 不担心 我害怕也还是假的 我赶紧吃了几包小香肠 压压惊 打开手机 官方消息已经从辟谣 改成了倡议居家不外出 还说目前出现丧尸原因不明 具体情况正在调查 我又打开短视频软件 想要看看各地情况 丧尸一爆发 视频的审核就乱了套 点进去 第一个推给我的就是一个标题名为 近距离观察丧尸 的直播 我一个没忍住就点进去了 家人们拜托点点红心点点关注啊 送一辆小汽车主播 就带大家近距离观察丧尸 画面里 一个中年男子正举着手机神采奕奕地说着 后面不远处有三两只丧尸 好像有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感谢 今天吃什么 送的小汽车 各位双击666啊 现在主播就带家人们看看这些丧尸 这时鲫鱼穿也错过来看 我小声骂了一句 这人想钱想疯了 家人们看 这东西温顺得很 不咬人的 男人走到一只丧尸跟前 晃着手机给观众看 丧尸有些呆愣 也不动 似乎正如他所说一般 温顺 评论已经刷爆了 我看了一眼 好多人在说 不要命了 这丧尸长得好恶心 好像真不咬人 之类的话 可是没过多久 丧尸便低音起来 狠狠地咬了男人一口 啊啊啊啊啊 手机掉在了地上 画面里是土地上的几只蚂蚁 被警音却害人的恐怖 我退出了直播 哎 就算有丧尸 有些人还是一样傻 接下来刷的几个视频 几乎都是什么 某地已沦陷 亲人变成丧尸该怎么办 被丧尸咬后的紧急处理方法 之类 朋友们 今天我分享的内容 男人笑应地拿出一条长毛巾 我们先准备一块长一点的毛巾 再被咬部位以上 打一个尽可能紧的结 病毒就不会扩散了 这话说的 好像他很懂丧尸一样 点开评论 却是清一色的 感谢博主的方法 很好用 我小孩被咬了 就这么质的笔心斜杠 看来 许多人都已经病急乱投医了 生逢乱世 人心惶惶 变得是环境 不变得是人心 看了那么久也没多少收获 还不如吃一顿丰盛的早餐 我和纪玉川忙活了一会 就做好了早餐 今天吃的是芝士烤面包配香肠 还有两杯牛奶 我还拿出新买的笔记本来 两个人边吃边看了一集电视剧 虽然这么说可能不太好 但是我感觉 我们好像过得比以前 被丧失的时候还要好了 日子很快就过去 转眼已是丧失爆发后的一个月 冰箱里的蔬菜鸡蛋 已经差不多被我们和和完了 十天前纪玉川和我一起到天台上 开辟了一小块的用来种菜 到现在才刚刚冒了个头 不过蘑菇和韭菜什么的 倒是已经吃了几轮了 水已经在一周前停止供应 电压现在也一会高一会低 估计没过多久也要停了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网络也会断 那时的日子 估计会更加难以忍受吧 过了一个月 丧失的数量逐渐趋于稳定 高中生物学过 外来物种到达一个新的环境 由于缺少天敌 但食物众多会沉浸指数型增长 然后保持在一个稳定的值 K值 我想 他们如今也到K值了吧 只是他们即使数日不进时 似乎也还是能活蹦万跳 我一度怀疑这群家伙 跳脱于能量守恒之外 我依旧像以往一般 用望远镜往楼下往 末日之后 这已经成为了我的习惯 但是今天似乎和以往越有不同 小区外传来了渐渐变境的卡车声 一群没见过的人 把车停在了小区门口 我把望远镜放大背鼠调大 对着那个率先下车的人 试图看清他的面容 没想到却正好来了个四目相对 我吓得往后一退 刚刚那是错觉吗 短暂的紧张过后 我又开始了观察 为首的男人脸上长满了胡须 看上去已经很久没有清理过了 他面目猙獰凶狠 看上去甚是吓人 卡车上的人陆陆续续下来 几乎所有人都是强壮的男人 一看就是武力之脉 听见响动 丧尸们呆愣着转过头来朝他们乌页 停顿了片刻之后 便飞速冲去试图吃上一口肉 然而那群陌生的男人们 却从不知道什么地方掏出了枪 他们怎么会有枪 难道他们是不对的人 煞时间一阵阵狙击声不绝于耳 丧尸们被他们打得像筛子一样无法动弹 成为一句句没有攻击性的尸体 开火过后 有几个男人围坐一团窃窃私语起来 有几户人家竟打开了窗户 为他们欢呼 看到这一幕 我的心里也涌上些许感动 我也应该开窗 不对 他们不是部队的人 这是一个陷阱 部队的人怎么可能 打完了丧尸还停留那么久不打算离去 甚至一点表示都没有 他们很有可能是来抢物资的贼 纪鱼川警惕地看着楼下那群人 你应该看出来了 他们不是什么好人 上一世他们也来我们小区了 打完了丧尸之后 他们就开始搜楼 一户一户地搜 把物资掠夺了个遍 我们家也没能幸免于难 最后他们死于一次市场 闻言 我的内心有些复杂 我不相信这就是末世之下的新秩序 我们会没事的 绵绵 我相信你 好在 人性冷漠 我还有纪鱼川 楼下的男人们休息了一会就开始了动作 他们全部奔向了离他们最近的那栋楼 然而此时此刻 我们最需要做的 是在暴露之前置敌人于死地 我似乎想到了一个方案 纪鱼川 你还记得末日刚开始之前 我们对面那栋楼发生了什么吗 我笑了一下 你是说 要他们进我们对面楼 让丧尸去和他们斗 纪鱼川微愣 不过很快 他也一样笑了 没错 我们要做的 只是在点火之前倒一桶油 我即刻从宿卧里翻出一架无人机 趁着这群亡命之徒还在别的楼里时 我们二人带了点物资登上天台 开始了这个计划 我把篮子挂在无人机的机械掌上 然后在篮子里放了一条烟和一些吃的 纪鱼川看着那条烟心疼 哎 这你也要送哪 这叫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 你懂不懂哪 我看他一眼 不容拒绝 纪鱼川以前其实是不抽烟的 但是自从丧尸爆发之后 他便经常会在守夜市抽烟了 我想 他的压力也不会比我小 准备好这些后 我便操控七无人机来 无人机平稳地飞到了 对面楼的单元门口 我按下按钮 机械找松开 篮子就这么停在了地上 最后无人机飞回来 轻轻松松 忙完了这些 我和纪鱼川便回了家 打算边想用下午茶边看这场好戏 昨天吃过午饭 我闲来无事 特意学着之前下载的烹饪 教程做了一个非森林蛋糕 现在刚好派上用场 我切下两块 又切了一壶红茶 和纪鱼川一起坐回窗边 那群人终于搜到那栋楼了 不出所料 看到地上有烟就有人跑过去 这玩意在现在可是一等一的硬通货 比以前那种废纸金贵得多了 兄弟们 这里有烟 那人朝大部队招手当 很快 那群人就聚集而来 漠视之下 仅身是人们不变的素养 可面对欲望 却没有几人不愿意冒险 然而他们却完全没注意 他们的背后 是满满一栋楼的 饥饿的丧尸 第一个人被丧尸咬中了 第二个人被丧尸咬中了 第三个 第四个 不用想也知道 他们团灭了 几个壮汉围在丹员楼门口 满满的人味 哪个丧尸们的不迷糊 很快 丧尸们便从楼内涌出 吃了个够 而此刻的我们 也在吃完了黑森林蛋糕后 获得了满足 今天是丧尸爆发的第93天 时至隆冬 今年的冬天也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丧尸爆发的原因 异常的寒冷 以往南方城市的冬天 最低温零下2至3度 就已经吓死人 然而如今平均气温 就有零下6度左右 千万别小看这个数字 北方确实动辄 负十几20度 然而南方势气重 零下6度就已是彻骨的含量 家里虽然有发电机 可我们还是不敢开空调 现在外面安静得很 要跟真说不定 都会引得丧失回头 更别说空调外界的轰鸣声了 这么做简直是自杀 于是我们只好从衣柜里 掏出一开始 就准备好的羽绒被 走到哪批到哪 不过大多数的时候 我和鲫鱼川还是会抱作一团 互相汲取对方的体温 在他怀里 我可以清晰地听到 他有力的心跳声 我抬头看他 此时的他正目不转睛地 看着电视里播放的钢铁侠 嗯 不得不承认 鲫鱼川不愧是当年大学的戏草 连这种死狼角度也很好看 我张口道 亲亲 鲫鱼川显然是愣了一下 不过很快便反应过来 般的俯身看向我 耳朵红红的 亲 一眉稳落在我的嘴唇 凉凉的 我却感觉这是 墨市里最温暖的东西 过了这么久 我逐渐习惯了 在家窝着的生活 当初我看一眼丧尸都要吐 如今我却已经练成了 看着丧尸下饭的奴隶 哎 都是一把心酸累啊 今天上天台 种植的蔬菜们经历了一次打霜 打霜后的蔬菜最是美味 我嘴馋 就说服鲫鱼川采了一点 打算回家做火锅暖暖味 备好菜和肉 我心冲冲地从书房里 找出两包火锅底料来 鲫鱼川挑了挑眉 咱们绵绵还挺奢侈 不一会就弥漫了一屋子香味 这才叫享受 我和鲫鱼川两个人 每每享用一餐 摸了摸圆滚滚的肚子 笑了 毕竟前几天为了吃这一顿 我们连着吃了 好几天的压缩饼干和速冻饺子 日子很快到了除夕夜 今年的除夕夜格外的冷清 哎 要不是这该死的丧尸 我们本可以去北京 一起看跨年倒计时 今天轮到鲫鱼川做饭 他煮了点饺子和羊肉汤 而我则在他做饭的时候 观察外面的情况 斜队面那栋楼 好像有人影 我赶忙把望远镜调到那里看 那是一对夫妻 他们身上裹着厚厚的棉衣 手里还拿着菜包 一下楼 他们就火速钻到车里开走了 丧尸们追了几步 发现追不上就没再追 我知道那对夫妇 他们两个都是老师 平时待人也很好 经常会送点吃的喝的给邻居 我想 他们现在冒险出去 应该是去搜查物资了吧 我和鲫鱼川 都有一点为他们担心 可我们能做的 就只有在屋里 吃着饺子 守着窗户等他们回家 两三个小时后 他们回来了 我和鲫鱼川 都为他们松了一口气 他们搬动物资准备下车 可是我看见不远处 有只丧尸 好像发现了他们 那丧尸正诡异地扭着脖子 仿佛时刻都会冲上去撕咬 我和鲫鱼川相视一眼 决定出手帮帮他们 蠢货们 这里 我不顾形象地开了窗大喊 楼下的丧尸 在一瞬间纷纷扭过头来看我 吓得我打个寒颤 鲫鱼川在此时 往楼下扔了的闹钟 一落的便叮铃铃地响起来 我们关上窗 希望这样可以帮助到他们一点 再回到望远镜中观察 那只离他们最近的丧尸也走远了 夫妻俩看着我们这里 念露感激的神色 他们很快便把所有物资 搬进了单人楼内 希望他们可以活下去 我在心中向他们默念 新年好 由于我们打开窗大喊大叫 还往下扔了的闹钟 这下不想暴露也暴露了 我和鲫鱼川紧张的一晚上没睡 真真守了一次夜 不过对小区大致观察一番 貌似也没有几顾活人了 而且活着的也离我们很远 为了物资冒险过来 极有可能死于丧尸之口 我想能狗到现在的都是聪明人 也不会来送死 不过毕竟是暴露了位置 接下来的时间里 我们一直在交替守夜 就这样 时间到了第365天 我们在默示里整整度过了一年 当初买的存粮已然所剩无几 不过一直是那几样 谁也早在前一阵子就喝了个金光 现在我们吃的 多是自己在天台种的菜 以及绿纸片过滤后的雨水 经过这一年的生存 我俩早就变成了两个农民 连种菜都有了独属于自己的经验 最近鲫鱼川好像有事瞒着我 他似乎总是在守夜的时候 摆弄着一块白布 可是每当我出现 他就会把那栋西藏在身后 有一次起夜 我问他 你在干嘛 啊 没 你看错了吧 鲫鱼川支支吾吾 果然有鬼 不过最终我也没有揭穿他 被爱七年 我们早已彼此熟悉 他想说的时候自然会说 今天一大早进一川就进了厨房 他拿出我们平常 舍不得吃的海鲜蔬菜肉类 做了一道又一道菜 直到桌子上堆得满满当当 才作罢 我在沙发上看着这一切 有些不解 末日一周年 那么值得庆祝吗 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指了直里无道 绵绵去换衣服 我们结个婚 问号在我脑中打满 末世之后 我们每天的生活都特别无畏 所以我每天都不需要思考多少 但是今天我却感觉 我的脑子活了过来 我走进衣帽间 图立在中间的是一条白色的婚纱 丝绸的质地 是那种人鱼式的修身款 不过仔细看就可以发现 他的走线似乎有点粗糙 似乎还能看出 制作者略有生疏的笨拙 我对着镜子把衣服穿好 做到早已萌成的梳妆台上化妆 乳液 精华 隔离 粉底 气垫 散粉 我靠 原来以前没丧尸的时候 出个门这么累 我感慨着女人不易 一边画着这被子 我画过最认真的状 我甚至为了外面那家伙贴了假睫毛 一顿操作之后 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 我吸了口气 打开门 外面是身着黑色西装的鸡鱼穿 他的打扮就没我那么讲究 身上的西装是那件公司统一买的 不过此时此刻 我一点都不在意这些 我想 即使有很多仓促 这也会是一场最浪漫的婚礼 因为 有我们就够了 嗨 当初囤货的时候 没时间买婚纱 就自己买了点布料 随便做了一条 等隔离结束 我再给你买条好的 重新办一场婚礼 好吗 这个大男孩似是有点窘迫 他挠了挠头 怕自己给的不够好 我忍不住去抱他 傻鸡鱼穿 我很喜欢这一条 终于 我们相视一笑 放下了诸多顾虑 鸡鱼穿在我身边 单膝下跪 绵绵嫁给我 我开心到 我愿意 婚礼结束后的第二个月 天上来了很多飞机 他们一边放着安抚人心的广播 一边往楼下丧尸那里喷药 各位市民朋友们 你们好 请各位市民朋友赞不出户 我们正在对丧尸进行扫荡 我们承诺半年之内 还各位自由 平安与幸福 这可能是第一次 我们在家堂堂正正地拉开了窗帘 往后的日子 没有饥饿 没有紧张 继续穿抱着我 我们的心中是无限感动 喷药后 丧尸们的行动逐渐减缓 一般在48小时内就会倒下 就这样 飞机陆陆续续出现 喷了十几次药 直到外面不再有丧尸低沉的吼叫声 第五个月 丧尸基本被歼灭 军人们下地做最后的清扫工作 他们身着军装 在一具具尸体之间 不知疲倦地穿梭着 每清扫完一个片区 便会多一个红旗在天上飘动 煞时间 满地接红红旗的红 第七个月 随着军人们饱含激情的小号声 人们终于可以走出家门 呼吸户外的空气 虽然这一年很难熬 但是我和继续穿相识一眼 决定以后也要一起走下去